也宣告蓝绿正式进入新的战场 明星旬 王岐 谢嘉玲 台北报道 事实上今天的民进党五都造势记者会 为了营造团结的气势 台上五位参选者同台亮相 而至于在台下呢 包括了历任党主席 立委 执政县市长 也通通都请来了 其中呢 以前主席身份出席的谢长廷还形容说 蔡英文的参选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而且他认为胜负已定 民进党会赢 过去民进党前辈还将辟土 延续战士精神 民进党五都选将现身了 造势记者会上都在一分钟的影片 互选人人格色质简单明了 也营造了磅礴气势 看来台下感动 掌声咧咧 不过台上一分钟 台下可是熬夜工 民进党文宣部的同仁 非常的了不起 他可以在主席昨天正式对外宣布参选之后 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而且还是十二点之后才开始 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文宣部的几位同仁没有睡觉 他们连夜的制作 而且成本非常低 这个整个设计起来几万块就解决了 不只动人心弦的MV迎接候选人出场的舞台 也是经常设计打造巨型风采 看现场错误虚形 因为包括立任党主席 立任县市长立委 县市党部主委都请来了 这气势连沙场老将谢长廷都铁口直断 五都大战 民进党必胜 蔡主席这个决定 真的是死破天惊 那也相当感动 其实我是觉得 应该输赢在他做决定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决定了 都会赢了 由北到南民进党就是 蔬菜加清菊嘛 那么这个很有意义啊 这个蛮健康的 蛮健康的 那国民党的话 由北到南的话 刚好就是好力强 财招嘛 所以这个 如果由低 由北到南的话 我想大概高低立判啊 现在有文昌得全局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个胜头呢 我还是喜欢穹穹穹 不过这场仗要打赢 还有些许隐忧 信心 反正一定贤 肇事大会上 除了林嘉隆大方向苏家全献上祝福 其他像是争取新北市的游锡坤 大台南初选失利的 许天才 苏范志和大高雄的杨秋星 统统没有现身 如何拟贫初选嫌隙 从对手再牵手 成了五都候选人最大的难题 女士新闻 综合报道